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脆嫩 酥香味佳 酸甜可口 制作荔枝肉用到的主要原料 猪肉 为人体提供优质蛋白质和必须的脂肪酸 可提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吸收的半光氨酸 能改善缺铁性贫血 瘦肉所含营养成分相近 且较肥肉易于消化 制作荔枝肉用到主要食材 瘦猪肉300克 辅料上需要净鼻剂6粒 葱段15克 蒜瓣2粒 湿淀粉35克 调料用到酱油15克 香醋10克 白糖15克 红蛆粉5克 骨汤30克 香油0.5克 食用油500克 荔枝肉的制作 第一步 将猪瘦肉洗净 先切成厚一厘米的肉片 然后在每片肉面上系斜十字花刀 再将系好花刀的肉分别切成长三厘米 宽两厘米的斜形块 第二步 将葱白切成寸段 蒜头切米 装盘备用 第三步 将笔记洗净后切小块 第四步 将处理好的笔记和肉片置于容器中 加入适量清水 红蛆粉 淀粉 抓匀 第五步 将肉片团成一个个形似荔枝的小球状 团好后 同笔记一起摆放在刷了一层薄油的盘子上 第六步 用葱末 姜末 酱油 白糖 香醋 香油 骨汤 和湿淀粉 调吸备用 第七步 炸肉 将炒锅在旺火上烧到七成热时 倒下食用油烧到八成热时 把挂匀湿淀粉的肉团 笔记 下锅翻炸两分钟 待肉片现似出荔枝形状时 用漏勺捞出 力取油 第八步 在炒锅中流鱼油 大概十克左右 再将锅置旺火上 倒入加好配料的湿淀粉勾芡 第九步 将荔枝肉 笔记 倒进锅内 加入食用油 翻炒几下 装盘即可 作为装饰围编 送上餐桌 会让人分不清是荔枝 还是荔枝肉 再诱你垂涎三尺 特别是在夏令时节 熟透的荔枝皮色鲜艳 味道芬芳 所以名师巧制的荔枝肉 一荤一素 浑然天成 卿计刺 适当 申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